网络销售平台和电子书的出现 让实体书店面临冲击 在大陆最近就流行起综合型书店 装潢强调时尚清晰 不只是卖书 而且还提供了餐饮跟各种娱乐服务留住消费者 这种创新的经营模式 在大陆各地都很受到年轻人欢迎 纯西路是成都最有名的地标 活力十足的街头氛围 连书店都走起时尚路线 这两本套 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还挺复合照 雷瑶和李夏童是大三的学生 平时有休息就喜欢往书店跑 而这一家已经成为他们的据点了 我来过很多次因为比较喜欢书 我觉得这边氛围更好 并且这些分类都特别地清楚 在成都的金融中心底下 足足4000平米的空间 打造而成的全新书店 可不只有这两个小姑娘喜欢 在大陆各省都很有名气 在成都很出名嘛 然后这个品牌全国都有吧 蛮有名气的 所以我就自己过来看一下 不同于传统书店的有限空间 这家书店窗名激进 处处都很有设计感 还有亲音乐陪伴 反倒更像一间咖啡馆 我觉得书店也蛮大方的 有这种舒服的座椅 可以坐下来看 看到书还可以上去逛街 如果你光去新华书店看书 就没有地方逛街 这是大陆逐渐兴起的综合性书店 在这里除了买书看书 还能买到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 书店里弥漫着咖啡箱留住客人 你好 打扰一下 咖啡厅也是个现代感十足的地方 好像身处在外太空一样 点一杯喜欢的饮料 坐下来静静地看书 因为这边书店 其实相比较于其他的咖啡店 可能给我的感觉更安静一些 然后看书可能会更投入一些 没有过多的很多嘈杂地去打扰我什么的 这种感觉确实还挺舒服的 来到文青书店自拍几张照片 留作纪念是少不了的 如果觉得自己拍得不够好 也可以请人帮忙服务 书店照相馆主营业务是颜值证件照 不像以前随随便便拍一张的证件照 这里可是要先化妆 挑衣服 才能尽到专业的摄影同力 来 从这里 来 三 二 一 二 二 三 台湾圈见照年轻女孩 忍不住要选择一套闺蜜照 因为拍摄效果实在太诱人 之后要经过摄影师的巧手修饰 最快一个小时以后就能拿到照片 很好看 很好看 很自然 就不像修得很假的 这场真的就不好看一样了 除了看书拍照 消费者还可以选择在首座 或者是银饰店消磨时光 打造自己喜欢的首座 或者和花花草草待上一下午 肚子饿了也不用出门 尝一尝来自韩国的手动双翅琳 或者选择吃一顿正宗的港式茶店 就是还蛮有深度 蛮有格调的一个 这么一个体验馆 这家书店从2006年起家 现在已经发展出四个副牌 在大陆五个城市展店 最开始的时候做的也是传统书店 创始人就是这位带点书生气息的老板 我父亲原来在邮局工作过 所以原来我们家也开过书店 因为最早的书和杂志 都是由邮政局在发行 我住的那个房间 就是我父亲开的书店的仓库 从小在书店生长的淡洁 毕业以后创业也选择了书店 2006年他开始经营第一家传统书店 没想到两年后受到电子书商冲击 和手机世代阅读习惯的改变 于是他开始思考改变经营模式 08年09年开始就比较差 我们陆陆续续开始关店 我们实际上当时的60多家店 就那种形式的60多家店 现在我们一家都没有 为了寻找转型途径 淡洁特地到欧洲 日本和台湾考察 参观各种新型书店 决定也把自己的书店 改造成综合型文化空间 几年下来 这名综合型书店确实可行 这两年实际上很明显地感觉到 大家已经不满足于去追求 低价的这个出版物 或者比较低的价格去买到书 而是更在意一个阅读的环境 或者作为一个文化空间和社交空间 所存在的一个实体书店 等于这种现场的感受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 纯粹靠书本销售的利润 已经无法支撑一间书店 淡洁通过三四年的努力 书本的销售从他们整体利润的100% 以及下降到40% 而他们下一步的目标 像是成品一样 让这个占比下降到20%以下 而相较于鸟屋 成品这些知名书店 在大陆发展还要有更加本土化的特色 不管是从消费者和这个市场 包括从整体的这个一些意识方面 都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们的速度会快一些 我们的迭代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你看我们差不多两三年出来的店 基本上一年都会变一代 一年都会变一代 甚至一年变两代 除了成都 这家书店还在不断展店 也许不久的将来 以我的城市也会出现 他们的生意让阅读带来更多可能